苹果发表iPad mini 试掉机构wiseview预期 鸿海等供应链将会有接单利多 不过对PC产业则是会产生冲击 另外面板业也会面临挑战 因为iPad mini用的面板要求广角和高解析 这一方面日本和韩国的技术比我们强 iPad mini上市在即 法人预估 渴望席卷平板电脑市场 试掉机构wiseview研究部协理 邱宇斌表示 iPad mini一退出 可能将以300美元的低价 席卷平板市场 从之前Google推出的7寸 低价平板Nexus 就已经看到类似的效应 至于像微软 或者说今年超早的Google的Nexus 纷纷抢进平板市场 其实坦白讲我认为 这个对于所谓的PC厂 或者是硬体厂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因为这些厂商 基本上它推硬体 其实某种程度上 背后是需要它的平台的补给度 可以跟着上升 那对于硬体厂商来说 它只能单纯从硬体的角度 去谈获利的话 某些程度上 我觉得这样子未来 它可能在价格平价上 空间会越来越小 至于台湾面板厂 是否能够吃到平板电脑的大饼 他说台湾面板厂 拥有不少生产平板 用面板的五六代厂 因此相当适合接单 不过同时也面临了一大挑战 那比较大的挑战是在于说 整个平板电脑 它所需要的面板 其实不管是光视角 或者是高鞋型 基本上在生产的难度上 是比较高的 那除了台湾以外 基本上像韩国 日本厂商 其实他们在技术上 是优于台湾厂商 那这个部分 如果说在跟日韩竞争的时候 台湾厂商可能必须要 率先将自己的良率 生产的成本降低 这样才有机会 跟他们一较高下 另外 他也从面板的角度指出 由于疫情监视器 面板的需求已经停滞 平板电脑用的面板 将是2013年 推动面板需求成长的主要产品 并预期2013年 平板用的面板年增率 将仍有高达30%至40%的成长力道 今天是高校军辉 土佑任 台北报导